大家好,我是AM730的讀者,我是侯佩 能夠跟他們玩到一件這麼大的事件 我覺得是很開心 因為自己的創作能夠出現在電影院裡面 我覺得是一件很驚奇的事 對,而且是自己主動 我會覺得我以前也是一個蠻被動的人 我不會這麼快告訴別人我想怎樣 但是因為自己做獨立歌手這一年發現 你不主動,真的不行 自己主動去爭取一些機會 其實是會成就到更大的事 跟首歌一樣 就是你明明是喜歡對方的 或者你想要一些機會 但是你自己不去坦白 要別人去猜 未必是每個人都能夠接通你的訊號 其實我第一年是有一個很實驗性質的 就是我覺得我不說愛情 就是晴晴塌塌的話 觀眾有沒有OK呢 我自己過往一年去出秀 然後也會感覺到 我唱一些很認真的歌 然後在台下 其實他們都很支持,會揮燈 但是就會太安靜了 我也很想有一些開心一點的歌 可以跟大家互動和玩 我應該都是第一次這麼正式 在大家面前跳舞 就是跳自己歌的舞 其實我是一個很矛盾的 就是我這一身歌的形象 可能是很活潑開朗 但是其實我每一次出完一首歌 其實我個人是很憂心的 會很擔心成績那些東西 其實比賽完了的那一刻 其實我自己60強就止步 其實當時我是很不能接受的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給自己任何的退路 然後選了這個比賽 我自己都很想盡能力去走到最後 那一刻都會在想 我會不會回去做廣告 或者我要做一些幕後的工作 就是很不想很不想 那時候就是 淘汰了之後 那一個月就是在懷疑人生 很迷惘 怎麼辦呢 我就發現 如果我真的沒有公司簽 或者什麼不如就自己先做 因為當時出街之後 發現原來真的很多人都很支持自己 去到後其實都有一間唱片公司 有去接觸我 但是談完都覺得 你是很心目中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也是資金和自律 自資音樂人很辛苦 自資音樂人有個自資 明知道 未必真的資金很夠 然後之後 但是 你會知道 當我很用力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身邊幫我的人是很多的 同時都是 去不停提醒自己 就是我每一次表演出來 都要讓別人看到 學配有進步 那我究竟自己有沒有 好好去自我鍛鍊 有個自律去 每一天練歌 去彈我的結他呢 日不夫之一定有的 特別是拍完MV 錄完歌要爪數那一刻 我心裡想 我看著 我的心又瘋了一下 這樣 但是這個就是要告訴自己 就是 你不可以懶 不可以停下來 因為當你沒有繼續去接觸 沒有去表演的時候 你怎樣去有資金去出下一個作品呢 其實無時無刻都在質疑自己 就是無時無刻都是打算放棄的 但是 都會想回頭 我最初為什麼會想參加比賽 為什麼我會這麼有個決心 真是不顧一切去做獨立歌手呢 我就發現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生命沒有了音樂不行 《末日幻想汗日樂》 上年第三首歌 六位數字 因為我上次有說很開心 那首歌 阿冰有幫我拍 同時他也有去投資 我很感謝這個朋友 真是 出心出力 很感謝有他 當時看著這張訊息 我很想哭 結果忍不住自己在這裡 哭到絕音 怎麼算呢 怎麼算呢 沒有 然後就說 真是用心接工作 用心接工作去填補 我沒有辦法令他們安心 因為始終走這個音樂 即走音樂圈 娛樂圈 這條路 怎樣都是不穩定的 所以我說 媽媽我要令你安心 我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對於我這個行業 本身就是有這個憂慮 我覺得令他最安心的 就是我能夠準時給他錢 我覺得這個就是令他覺得最安心的方法 我覺得有一件事我沒有辦法控制的 就是Ian真的很紅 所以就算我現在 可能這一年我被人知道了 何培是誰 出了很多作品 但可能在街外見到我的人 都會先用這個來開一個話題 這個我明白的 但我其實真的不是說 對這件事這麼不喜歡或者抗拳 但可能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測試到究竟我的作品 影響力有多大的一個線